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十几个公民团体代表 集结拉黑色布条呼口号 反对立法院通过国会直权法案 呼吁将国会直权法案退回重审 这种事情我们没有接受 尤其特委所有法案 要请监督政府来 一条一条 好好讨论 这是民主倒退 委员会的审查 全部都保留下来 没有一个决议 但是竟然可以跳过朝野协商 直接送到院会三堵 我觉得是非常荒谬 包含教授公民团体干部 对法案中的藐视国会要界 明确性提出疑虑 除了担心法案 没有经实施审查的立法程序 也担忧立院在没讨论的情形下 通过预算两兆元的 三项花冬建设草案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目前没有进行 所有可行性的评估 跟环境影响评估 其实我们认为 这是用一种变相的立法的手法 来去逼迫行政部门 好像去把这些制度都架空 国会职权法案争议持续扩大 反扩权遍地开花 5月23号在高雄国民党部前 民众就摆出特大号蓝白托 抗议蓝白要联手 让扩权法案过关 眼看立院5月28号进行三读 有民间团体邀请民众 再次上街头表达诉求 我们一起风雨无阻 来挺台湾的民族 那希望大家在528晚上 7点到9点的时候 那带着大家的这个创意标语 来看转播 然后呢来喊出我们市民朋友 对于台湾民族的心声 收集版的反扩权高雄场 高雄大陆过2.0 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 风雨无阻登场 邀请市民朋友一起站出来 表达自己的想法 民选前面新西洋的高雄报道